日本宫崎电视台制作的高千岁挺的旅游节目 近日将在台湾电视频道播出 宫崎电视台旗下的梦多贸易台湾分公司社长 25号特别前来拜会花莲市长 因为花莲市和高千岁挺是姐妹市 市长亲自导览介绍花莲与高千岁挺的友好装置艺术 以及能高团百年回顾展 让日本的友人更认识花莲的文化特色 日本宫崎电视台旗下的梦多贸易台湾分公司社长高田志康 11月25号特别来到花莲拜会了市长魏嘉贤 一位宫崎电视台制作的日本高千岁挺旅游节目 将在台湾的电视频道播出 而花莲市和高千岁挺正好是姐妹市 市长魏嘉贤特别带领高田社长参观了 姐妹市地盟周年的装置艺术 还有能高团百年回顾展 让日本友人更认识花莲 那再来到台湾花莲的时候 我们也邀请他们到我们几个姐妹市的地点 去做相关的拜访 特别是我们高千岁挺的 同中共渡的一个装置艺术 在北平的部分 他看了以后也非常感动 也希望未来有一天 疫情趋缓的时候 我们丁长也能够来到我们花莲这边 继续来了解我们相关城市的一个装置艺术之外 也能够了解我们这边文化 进而把花莲的好山好水推到日本去 那再到我们花莲市公所的后方 也参观了相关能高棒球队的一个策展 那在高田总经理看了以后非常感动 希望未来有机会 也能够在日本来做相关的报道之外 也希望带来更多的孩子 来到花莲做棒球的交流 那我们希望透过棒球 也能够有更多的文化交流 体育交流 还有一个经济的交流 观光的交流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的 把姐妹市的业务推展下去 也让更多的城市了解到花莲市 高田志康社长对于花莲的友好 感到十分亲切 而看到能高棒球团的回顾展 更表示相当的热血激动 高田社长也和市长威嘉贤 一起穿上了能高团的球装 摆个姿势拍照留念 市长威嘉贤希望透过节目介绍 让大家看到花莲市 也看到花莲市在国际间的友好城市 透过不同形式的交流 打开花莲市的国际视野 也把花莲市带进世界舞台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